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心思之》 KIM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與創意有關的事 為何今集會開集這樣的題目 原因是早幾天 KIM帶朋友去查 大家分享了一些 初初出來創業 大家也有工作 我希望這些經驗 都可以帶給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有一點點的 提出一些建議 或者你們可以作為一些中局 提防一些欺詐手段 因為我記得自己比較好運 我自己初出來的時候 一出來的時候 KIM不是讀法 出身的 但是 因為讀 我是讀醫療法 變成比較簡的範疇 比較專門 也有時候 未必真的可以去到自己的範疇 由於 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自己就 不太喜歡練習 我就 推薦做一些 內部工作 或者其他工作 也算是 叫做 託奶 因為我初出來的時候 也是 十下十下 每個年輕人出來做的 也是十下十下 所以我經常覺得 有很多時候 我們是需要給一些機會 一些 新學生 或者剛出來工作的人 因為他的確 他真的沒有機會 如果沒有人肯給他 第一次機會 他們真的沒有這個機會 以前沒有現在 很幸運 政府有大量的資源 可以撥給一些年輕人 那 我那時候 又叫做幸運 我初出來 又可以入到一些 真的叫做幸運 入了領事館工作 那時候 我記得 連假期 any leave 可以去到 28天 曾經試過 曾經做過 那份工作 就是年any leave 去到42天 即是 我相信 很多人 會覺得 是現在 現在這個 這個market 以前 我們初出來的話 我們真的 拿著一份 那時候還沒有 Email 拿著一份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自己選擇 喜歡哪份 就去apply 打訊 通常都不會有電話 有些會有電話 但我通常都會 比較方便 我們會打訓 Siri 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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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完之後 他就會有個 interview 然後 通常 不知道是否以前 年輕女 總之 一件就 一件就 會見到 的人 就是 立即可以說到 事 立即問你明天 可不可以回工 那 一直都很順利 我 亦都做過 IBAN 原來幫客人賺錢賺得這麼容易 為何不試著自己去投資呢 但到自己投資的時候當然是人會有貪念 這種貪念和慾望永遠都是誤會之足 當時的網路會越炒越多 直接到爆布為止 後來到自己創業 亦都遇過很多很多不同的 即是你說出人意表 你想像不到有這麼多奇奇的事情 你都會發生的 當然就不是有些奇道 是你真的差不多 好像做Shelter Holmes 為私利 你要去想究竟對方是做什麼 尤其是現在很多時候 都會跟國內或者外國去交易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特別要小心 為甚麼呢 我們最近有講開我和幾個朋友茶醉 我們初初我們大家分享心疊的時候 都在說 初初做事的時候 初初出來創業 很開心的 因為每一天都給了很多希望自己 每一天都傻傻間間 因為始終年青 經驗不足夠 經驗不足夠 當時 很多圈套很容易掉進去 那我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當天查了 我們大家聊天 即是我們在HIT的時候 跟他們聊 那我記得 初初我自己的本人都試過 就試過我怎樣做 就是一些大項目 那大家知道我 即是現在知道 即是跟我有往來的人 都知道其實我是做consultant的 那我就做consultation 就有很多事情我做的 那其實你說白志明理 你說完學這些都是我的興趣 就是我主打不是這裡 那再加上我是一個教徒 有很多事情是有些扯著的 有些事情是不能夠做 那好啦 就 我記得初初出來做事的時候 就是一些 做一個去consultation 那這個project 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就是我不想抽稅 也都不想做什麼 就是呂超 好像現在你說 最近昨天晚上去聽新聞 都看到說 這個港鐵也都說出了一些 一些問題出來了 就負責那些人有迷道 但是最慘 那這些無謂作 就是我不想要作任何的 沒有foundation去猜拆 那說回我們整體裡面 那當時呢 為什麼我們這麼開心呢 就是每一天呢 我們都發覺 有一些收到一些email 那些email呢 就是海外的一些公司 就是查詢 叫你 quotation 喂我有一個 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這裡 你的consultation 你可以跟我搞定這件事 你是收多少 那是一些很大的很大的 就是跨國性的一些東西 那對方又不停跟你以價還價 還要跟你說價 那大家拉拉扯扯 用email 複離複去複離複去 複離複去 長達幾個月 那樣的 那令到你那個真確度 就是你對那個東西 投入到就更加強 那有時候 還不是一個自己一個人的 team worker 那大家看到 哇這件事 就是如果做 如果假如 通常是招標 投票 那些東西 哇如果萬一投到回來的話 都會說 那裡是 正是個profit 計算 減掉那些東西 都可以去到幾千萬的 或者有些小的 也有幾百萬的單 哇 當時呢 聽到是很開心的 就是 你連睡覺都會笑的 就是我這樣對你說 那 真是想著會有些 那麼順利的東西 那 但是歷史 只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Something to give to be truth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始終都是人 因為有個貪念 如果我們沒有貪念 其實我們是不會這麼熱待的 一些是 陷阱裡面的 那 那 那說回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 那有些 有些國企 那 一些上市的 那他就整整整一份東西 就是說 蓋上圖章 哇 有那些官方文件 出賣來 那一份東西 那很多時候呢 那我們去查 那我們到做一路 真是信而為真 那 那對方也都蓋得很好的 那我們去查 又有 就是有 就是有查到一些東西的 那好像有些東西 那就是有一間 實體公司 那樣 那 那 那 對方就要求我們 就是要 就是要簽完合約 那 那麼就 卡死了那個價錢 不可以臨時加價 那 那這個方面都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那 但是呢 慢慢慢慢就發覺那些東西 開始不對勁了 因為呢 那 最初就說查就沒問題 後來 有些呢 就是查來查都查不到的 但是那些的確是一些上市公司來的海外 那 那 有一些 deal 可能就說要收購合併 那 就是中間做一個 consultation 那 我們就可能會收回多少個佣 多少%這樣 那 然後就 後來呢 就慢慢慢慢發覺一件事 就說呢 原來對方呢 有一些 從最簡單的啦 其中有一單就是 一單幾百萬 consultation fee 那 對方竟然拿一間車房去做登記 那 而這個就是因為在海外 我們都要扣過很多 譬如說 當地 找人去查一下 那 那 找私家偵探去查一下 或者去當地 找律師去做一點點事 那 那 那 或者有朋友認識的 就是去查一下 那 那些官方機構 查證是否真的有這件事 我曾經收過一些 在巴西 Sandielle 連時間都和你教得剛剛好 就是 和香港時間都出入的 他回覆來回去 那 拿著巴西電話 那 那電話號碼 我相信現時的確可以做到家的 加一個家事頭 加什麼 country code 各個國家區號 那 做到你很逼真的 甚至有些連上 說有些什麼遺產 有些什麼遺產官司 那些事情 要去做一些 要做一些公正 或者要做什麼東西 找你做整個project 那件事 牽涉到整個trust 整個信託基金 不知道幾多十億的 那 那這些 什麼都有的 還完完種種 那後來呢 才發覺 哦 結果是發現了什麼呢 原來就發覺 哦 是圍錶 原來是圍錶大家都知道 有些什麼辦法的 其實是我相信 在任何個國家裏面都是 就是 非洲那些國家 譬如一些 現在的共和國 或者那些國軍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就是 大部分 一個完善的社會機制 底下 它都是 不容許這件事發生的 那 當時是怎麼樣呢 就發覺 哦 原來圍錶 圍錶 通常都是裡面有屬名的 可能有一個很大的機構出來 扔一個project出來 那它下面呢 裡面有內鬼的 那可能自己就去 有成立多間公司出來 那就打算去圍錶 圍錶 圍錶就周圍走溫 找了你們外面的那些 就報價 報完價呢 就要你們簽合約 那當然 如果去圍錶的話 那最多他一定會投得 當他投得了之後 他肯定會利用你們公司 然後呢 他就會利用那間 他自己有成立多間 他自己做回自己的事情 那其實他拿著你的東西 就是用來 去寫他的標書 一份一份一份 為求做到真確性的 那這些呢 都是你為他人做戒衣 那 都不會有些什麼 涉及法律上的東西 總之 因為你當時是不知道的嘛 是因為都是對方的樣子 所以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那當然呢 我們也不會簽這些文件 因為當一簽到文件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之小心 大家要小心的事情 那好了 那所以呢 一單就這樣 原來發覺呢 在國內也有很多這樣的案子 那就是 周圍問你拿假 和你一路 一路以價玩假 陸陸續續幾個月 最後才發覺 哦 原來對方是 做些很古靈精怪的事情 那我們都是用不同的方向去猜測 那我們內心也會開一些 meeting 就在想 其實是堅定留的 或者是怎樣的 我們都做了一點點 backward search 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來創業的話 尤其是做一些 middle man consultation consultant 大家就必須要查清楚對方的底細了 好了 那第二種呢 就有些就是說 吹噓到自己很 就是 我相信就是 會 就是他們會霧認 自己是某一些人 怎樣怎樣怎樣 那好了 那就是 又是捱到自己 好 就是 好神神秘秘啊 那些 那些又有些 古古怪怪的事情出現 那到時呢 又是找你 做中間人 那到時有什麼事 就你背上身 那好像我們的前局長 那樣 就是有很多事情 阿賀志平斯山 那我相信他都可能 嗯 我不敢猜拆 但是我 我覺得就很多時候 就是有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 很容易被別人是 放了上台 那 那 那 因為你都可以想到 很多很高 職位的官員 那他們都有一定的智慧 那他們一直 就是 外交 社會也都很 就是 很 老年 那他們都會 老貓蕭蕭的 那你想想 可想而知 現在其實社會上 的確是有很多 這些人士 他們層出不窮 但是只要我們 不是憑著那個 貪念的 其實我們可以 就是 吞出那個圈圈 外面 可以 想一想 就可以知道 有些東西 是沒有那麼順的 OK 那好了 但是當然 有時候我們都會接到一些 挺順的東西 但是當接到一些很順的東西 又有些危機 就有些要保密度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只要 保密度不夠強的話 很多時候 就是 很快就會被別人 折了 變了很多時候 做我們報價那一行 就是我們都要報得 又要快 又要快 簡單來說 但是也要很小心 那這些 就希望現在年輕的一代 如果他們真的打算做一些 是自己 打算創業的 做一些事情 那這裡有些小小提示 給大家 讓大家 讓大家可以 小心 那好了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都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 就是 一些 譬如說 版權 或者是一些專利 那因為有些人是自己 創作性感很厲害的 他可以自己創作一些東西 代理一些東西 那你很多時候都會註冊 註冊出一個專利 版權 或者做不同的東西 都是必須要註冊的 這些東西 那我記得 阿Kym自己也曾經試過 也試過 有一件事 就是 在 深浦江 那間 差不多 到用了我的名字 用了我的金身子 寶石軒 用了我的名字 鬼死這麼大的 做了整個招牌這麼大的 深浦江 的一間地產公司 後來就 發現了一件事 其實連地產牌都還沒拿 他就已經是 寫定地產 什麼什麼公司 其實我相信大家 這件事應該是去年 是2017年的7月份 其實它是2015年 到其實2014年 後來已經開始 用我的名字 不過就是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也有很多人去查過很多東西 這裏就不方便開名 有位姓黃的東主 我就不明白 不知道怎樣 後來發現 後來又有一些 原學雜誌 也有去訪問過他 就問他為什麼 用了我的名字 他自己又說 那個是 那個是 什麼 印 公司印 圖章 很古怪的 我覺得作為一位 又是 原學界的人 至稱 我還可以幫人改名 他應該可以改一個很漂亮的名字 就不需要 用我的名字 不需要到用我金心子的名字 這順便一提 我自己 我金心子 無論保錫軒也好 或者是民司理器哲學研究社也好 或者是有限公司也好 顧問有限公司也好 現在暫時 即使有公司 有超過多間公司 都在中環 就一定不會是 不在中環 即使我一由頭到尾 一直都在中環 還有些 好像說 如果他說 是我的分銷箱 或者什麼 絕對是沒有這樣的事 其實我一早在網上 已經出了 嚴正聲明 其實我自己的版權 就一早已經是 注了我差 還有 Trainmark 各方面都已經注了 批賣 當然 那件事我當然要去舉報 舉報完之後 當然 如果是YouTube上 那些是用了我的名字 那些已經在YouTube上 已經聯絡了 應該會關閉帳 會封帳 另外 我又聽過 又不知何時 又聽過有人說 在深水埗見到我的名字 以為是 譬如我有一些朋友 以為 為何你要開 在深水埗開間分店 我說 不會 我不會開實體店 即我不會開一間 shop 如果你看到shop 是一間店 一間商店 是用著我的名字 那那個一定不是我 那 甚至乎 我們以前 Kym 曾經曾經做過 一些法律 是幾個名牌 牌子 我們就做 所有的 法律的侵權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我們都會有私家偵探 還有 我們都會做一件事 Kym 現在也正在用 我跟很多朋友 或者有些認識的人 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 任何人只要看到我的名字 而不在中環出現 只需要他舉報 或者通知我們 會有酬勞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名字 無緣無故 不知道在哪裏 我相信有些朋友 都在看我的頻道 大家知道 會有一件事 我們會行動 就會跟海關那邊 或者其他 其他一些官方 部門 就會要求他拆掉招牌 或者做其他事情 再製造他 那 這裡就 講回我 我自己個人 所經歷的事情 真的 很拚頭 很多事情 不明白 他既然說自己是原學家 他可以自己改名 他不需要盜用我的名字 他又盜用了別人的 上市公司的名字 做自己的地產商號 當然 他是一間無限公司 他用什麼名字都可以 說真的 這裡也想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知道 無限公司的責任 比較大 因為會背得上心 很多時候 最好是用作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當然要補一條數 要找CPA 去簽個名字 做黑數 但是是值得的 因為為什麼 我看到很多 比如這些行家 很多都是 有這種無限的 其實如果你用了有限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你給予別人的信心 會強一點 還有一件事 你的數會更清楚 更多 因為好過你自己 無限的 自己補 沒有錢賺 或者有錢賺 沒有為了 這件事 我們的帳戶 分開 公司錢 貴公司 私人 這裏 大家要留一留意 有關於 版權 一些商標 一些 訓練 或者 一些 網上發佈的 一些東西 甚至乎 如果那件事重要 我都會建議大家 注意我先 例如一些劇本 有時我們都會先去住 先去那裏 給少許錢 這樣 這樣 可能在很多時候 其實有沒有住到 很容易查 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到 雙邊住茶處 或者IPD 那些什麼 或者國際上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查到 而有一些 我們都可以 除非是一些 有一些 雖然我們還會做一些 例如 一些 NDA 那些 那些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我們會有些 例如 一些價格不准披露 雙方面 訂立一些最低 一個建議家 或者不同的東西 那這些 做trading 那方面會比較多 那另外 如果你做一些 跟shipping有關的 一些火出入口 那些 尤其是 現在中美在打的 某域戰 那這些 LC的提單 也要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就說 不找數 或者有些 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 那他們去到這個範疇 就一定不會是 你看皮警訊 看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就說 將帳戶 不能獲得 那 打回頭 或者post data 又或者是 那間公司今天不存在 或者他拿了一張假的 那 其實你現在看到 那些人說 買月餅 買假月餅券 或者去 聽演唱會 買了一些 假的演唱會票 那這些 我也覺得是一些 那些是幾百元 那 少扣金額 或者一千幾百 那這些十碎碎 就是講真 那 隨時之外 就是說 這些你們也可以 永遠光光光光是 老字號 直接去商戶買 那如果別要事 真的需要的 都盡量可以確實身份 才去購買 那 或者可以的話 最好有的 那樣東西是 Black and Write 有張紙仔寫清楚 各方面都可以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要建议大家 尤其是要回大陆的话,那些更加危险 因为要回大陆的话,很多时候连人都会失踪 我曾经有些不是客人,而是朋友 我自己的人就很喜欢,有时喜欢陈阿姨骂 有时有些朋友在一起,就有些聚会,有些饭局 有时听到一些老朋友说到 就是帮这些上司公司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数 他们自己有些都说做到害怕 他说会做到,就说怕有一天 老板不知派自己去到另一个国家 出了境后,有司机去接自己 然后可能他们,你说音谋略也好,怎么也好 我相信他可能摄像陈阿姨实际太大了 令到他们有很多事都说怕的 就说怕到时人自己都不知道发不回来 就是怕失踪的 搞到有些去到某个时间 就要自己自动理职了 就不想继续了 怎么也好,这一集都是小小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我开了这一集 你可以想到,我最近应该是听到很多消息 在不同方面 有时会和一些朋友聊过很多 发觉近期,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些事情 这些比较层出不穷 让你们想到就是用什么假美金 又或者那些什么可以白纸变美金 那些就更加高招的东西 甚至乎你们不要想到做 就说,喂,不是,我只是做会计的 或者我只是做law firm 我告诉你,有很多law firm 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很多人害怕的 就是有些我记得就是 曾经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这些是巨民 有些law firm就是连数据都找不到的 他租金都找不到的 就拿了客人买楼的钱 就来顶住住 这些也有的 那有一些就是去到 那些,其实不要只说香港 其实我相信在外国以前 至于emory事件那时候 已经是有,已经是 200几年那时候 已经有很多这些问题出现的了 即使在美国 那美国那里就算有什么事 上市公司那些 他都可以申请一个破产保护 但which is香港就没有这条条例了 所以就希望大家 如果成立一些公司之前 你要想清楚 比如说你开户口 公司 或者现在是 即使说你开户口也是 那大家选择band也是 那有很多会选择一些大的band 那有些会选择一些 规模比较小一点的band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它的捆绑色那些 那个条件没有那麽 harsh 因为有一些银行 他就要逼你 可能MPF要用它 或者是 要你存多少 或者你在出粮那些用它 或者你要投资多少个银 或者你要用一些配套的 方法逼你用的捆绑色 那which is 这些 就是应该是由政府去监管的 但是现在的确市面上 就已经是这样了 那有些有些 甚至乎有些 有些有开户费 又贵又便宜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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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开个户口都说 要排到整个年纪 有些可以 当然 看你的背景 亦都有很多 那我亦都见到很多 甚至有些是 科学员 或者有些是 做IT 不同范畴都有的 那所以呢 大家就尽管 就是 尽量查多些 了解多些 在自己 在你们 take action 之前 那今集呢 只是当少少 家常编饭 大家聊聊 那今集多谢你收睇 那下次再见 拜拜